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今天万众瞩目的4.0封单新深渊,终于是于凌晨4点开放了挑战,老黑也是大概去体验了下,发现这传闻中荒芒新机智怪,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挑战啊。 先来看本期的几个BOSS怪,分别是有位于第一间上半的魔武剑鬼,血量只有区区的138万,在这数据爆炸的4.0封单,大家随便打打也就过了,只能说时代真的变了。 当年的压咒大哥,放现在也就是个守门的杀包怪,小贴士,现在的剑鬼不会再被卡墙角了,拔刀斩的顺移位置,能有半个场地之多,有时打击了还真不太好找。 然后是第二间上半的风单新40体力BOSS,铁甲熔火帝王蟹,血量是154万,要说特殊机智的话,无非就是一个火护盾,但你这又不是隔壁深沿使徒的无敌元素盾,力大飞砖的老格,完全可以顶着火盾硬杀。 但你要是像老黑这样的平民党,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破盾吧,护盾期间有140%的火炕,以及90%的全炕,无非就是带水系角色呗,因为这个盾是在帝王蟹头部的脚上,所以一些角色可能会出现打不到的情况。 例如夜兰,要占个中离的柱子才好打。 这里老黑就总结几个好用的破火盾小能手,第一当然就是珊瑚宫心海啦,然后是公子莫娜,再然后就是老黑用的尼鲁灵人。 当然这后两位的破盾效果就比较随缘了,至于破盾后的帝王蟹,那就是个大沙包,大家随便打。 注意这里还有个火地板机制,大概是850血一跳,站久了还是比较痛的,然后是第三间下半,冰封组曲阳灭,血量是207万,注意该boss有高冰炕,以及高峰炕,且开上不一会就会高潮。 生成冰盾,后倒是不后就是很烦人,虽然利好火系角色破盾,但像老黑这样,用钟师傅的炎,或者雷神的雷,硬破也不难,小贴士。 该冰盾也能用封单新角色的黄性攻击击破,累积三次的黄性攻击就能提前结束该高潮。 但目前封单的黄性角色就只有雷尼特,而雷尼特的战绩CD有12秒之多,等累积打到三次,这黄花菜都凉了,所以带不带的关系也不大。 那最后再说说小怪关,低尖下半是有两波,第一波是四个小水珠,注意常态15秒,冻结8秒后,小水珠就会进入到狂暴期,会立刻解除冻结。 并免疫20-30秒,啊这泳动队看了眼前着实以黑,第二波是兵营,以及两只新封单机器人芒性。 注意,这第二波的老三位,站位还都是比较分散的,输出不够,比较容易超时。 然后是第二间下半,也是有两波怪,先是三个镀金旅团小怪,大家随便打,但第二波会有两个细径元体,特点是会不断生成草盾或岩盾。 丰丹的新芒性或荒性角色都可以一击破盾,要都没的老格硬上也可以,反正这盾也没有额外抗性,只影响攻击模式。 然后是第三间上半,也是有两波,第一波是一个草镀金旅团精英怪会召唤的那种,外加两个火枪格,第二波是两个荒性机器人。 虽然这机器人有荒芒机制,但并不关键,破不破的,泥套都能带走。 那最后总结下,本期的新神员策划并没有图穷避陷,整体并不算太难。 作为丰丹新机制的盲荒属性,更多的还是天头啊,并不起决定作用。 老角色照样可以大力飞砖,神员的下半弄了那么多水和冰,主要还是为了卖新火系角色淋泥嘛,大家懂的都懂。 但以后随着风担新角色越出越多,老黑感觉这盲荒机制肯定会下大毒,本期也就是温水煮青蛙前的那一丝丝热水罢了。 要大家都能用老角色爽,那新角色谁还会抽啊?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觉得呢?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